这一盘棋讲解是双杀之战 2023年的女子过手赛 咱们才讲过关亚军对决 这是另外一盘棋 双方在第四轮 因为这次是双败淘汰 陈内纯连杀了王立娜两次 非常厉害 他这次比赛一盘没输 这确实是神勇 有其有调侃说 徐大夏把功力全部穿给徐夫人 咱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子 开局是中跑三兵 这儿的话走的是三步回忍行 红方跳的是边马 这个也是避开了常规的招法 黑方进足也是抢夺 三路正马主动拳 夏立丝毫不失弱 如果这个棋想求稳 就马三进四 走居平二是想战斗 红方就过河居 黑方腰队压住 打的话可以吃足 再打的话可以闪开 那么这度棋红方并没有采纳 而是选择了冲边兵 那这样黑方就取得了可以抗衡之士 到这以后呢不可视 你要吃他打你 现在这个棋红的出局主动要队 它是为炮平三创造条件 黑方也就飞向 这儿红方拆炮 黑方应该是退抵马 将来再平跑再上 灵活调整 冲边足 他是为以后做准备 但是毕竟浪费不齐 那现在这个棋 红的是有先手 到这儿的话 看着可以威胁红方 红方走出了马四进入的好奇 那你踩一个 他踩一个 这个马上来暂时没用 他选择招法式 马换掉 将来的话 红方抹去的实惠多了中兵 局面呢较为有力 这儿可以走就是拆炮到边线 在那飞向打狙 然后呢这个气慢慢调整 实战是吃掉一个鞭足 被黑方一打 他的目的主要是要脱身 因为狙炮受签嘛 然后给他换掉 炮分边要打这个奔兵 你挡的话他去退役 你再冲的话 狙杀过来还要做中炮 所以红方这个炮呀 感觉会被利用 他索性就不要了 你打一将他不合适 你要是退了 我还捉你 那现在这个气啊 双方回到一个 失君立地局面 红方是多兵 黑方先过一个 那红方这个气啊 他得先守住才行 想办法马上去 他就举到中间 牵住对方 黑方呢平足 找机会想推炮 我掉 那他就先吃这个足 黑方呢就平足过去 找机会看能不能把锯调过去 到这里 红的平局守累 他是为了出老将做准备啊 那黑方有炮他也不怕 他这边就平一步 看你怎么走啊 你不动就底线穿江 你出来可以一面打江 此时红方是先退回 把他牵住 稳扎稳打 黑方还是害怕他出老将啊 所以就先啊 守住将门 红方呢进去 黑的就平足了 还是想走炮 我推一用过掉啊 那这里红方就冲兵过去 让他掉 那这样的话 他是想过来吃相 红方就冲 那看着这里啊 吃双 这儿红方是飞了个相 黑方现在是甩开 并没有着急吃兵 因为吃兵的话 红方马尔军气啊 现在上去就不太好控制 他想去打相 强攻 这儿的话 这个气走的挺狠啊 红方出来 黑方一打 正常的话 如果能把马换掉的话 那狙炮足至少立不败 那现在这个气 抛下底线 还有个三足为边的气 不过红方倒不怕 因为他这个老帅出来 底下有铁门栓啊 这边这个上马 你不敢打呀 同样的道理啊 你就算下底炮 单几炮没起 你炮先都甩不开 你敢出来的话 两步马奔的就归边了 所以这个气确实是 红方可能好下的 所以黑方之前 应该把兵吃掉 可能更稳 这儿其实走的 有点强硬了 然后呢 这个气赶快吃 到这的话就上 这个气关键的招法 就是要赶快足进一步 下底炮是打相 红方飞相当然可以 他选择下来的话 那黑方他平炮 这时候红方啊 就应该往下点 踩他相 那么他甩开吃了一步 可能没看见点的旗啊 走这之后就看见了 点下去 到这的话 这个旗如果你去顶的话 他将来有个什么旗 是山马沃潮 出老将平炮打局 你还在推炮你田 最终会受攻 那这样的话 等着被围啊 所以这个气之前 应该先走 诸四精英啊 这样他就架不上炮了 那么现在这个气 他没有走这个气啊 刚才说的顶完也顶不住 在情况下 他一将啊 这里退回了 想来一个尸角炮 将对方 红方直接给他踩了 因为这个气啊 他有将军的好气 黑方呢 很想走 就不但是没敢走 他进了一个族 原因就在于啊 你往这一走之后呀 红方这一将呀 抵挡不住 虽然可以出 但是抛一将呢 对吧 知识炮没了 你走猪的话 回马海江踩你炮 垫这个再踩一将 你看进老将局都没了 不进老将的话呢 走炮 那这边可能啊 又是一脚 将来这个气 确实是尴尬 然后他利用你 最终的话 这个局往回一撤 到这的话 无力回天呀 所以说这个气啊 非常犀利啊 黑方想守是守不住的 那么他现在下足 已经是太迟了 红方挑马一将啊 然后狙腿回来抓炮 对方到这的话 也是非常无奈的 点了一将退回 这一将之后呀 点炮 把速吃掉 下一步要炮五瓶六呀 狙前炮后 他想来一个炮瓶子去打 被人家牵住啊 所以他只好一将 不让红方中炮 移动 但是红方这个气啊 他有巨马冷箭啊 你守不住的 对方呢 退炮 回马 知识一打 瞬间一掉 这个气啊 到这里 黑的认输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最好 要先炮掉过来 但你掉过来 你也进不到中路 点江之后上来 回马一将呀 就要杀气了 所以没有办法呀 到这的话 这个气啊 那他不得不认输 陈提琼获胜了 应该说这次比赛 双杀对手 确实厉害 那么陈提琼呀 不愧是女子攻杀第一人 确实犀利